2015年5月9日 俄罗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红场阅兵正式拉开帷幕 其参严装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那么此次阅兵中都有哪些经典装备粉末登场 又有哪些新式武器首次亮相 他们向世人传递着怎样的讯息 军事科技带您走进这次盛大的阅兵仪式 直击红场阅兵中的明星装备 探寻军事科技奥秘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军事科技 2015年5月9日 为纪念魏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设立70周年 俄罗斯举行了俄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红场阅兵 参加阅兵的士兵总人数是超过了15000名 194件车辆装备闪亮登场 143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掠过红场上空 中国三军仪仗队也受邀首次出现在了红场阅兵式上 当然这其中最具看点的当属那些 代表着俄罗斯最先进国防水平和军事实力的武器装备 那么今年的红场阅兵式上都有哪些明星装备参演 他们又向外界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呢 莫斯科当地时间5月9日上午10点 俄罗斯红场阅兵开始 由15000余名军人组成的寿越方阵 迈着整齐威武的正部 精神抖擞地从红场走过 俄罗斯各军兵种方队 武器装备方队 气势辉弘地通过谨阅台 展现俄罗斯武装力量风采 今年的这种红场阅兵和以往相比 历史元素和现实元素的结合 依然是最大量的 无论是从历史的老军装 老步枪 老兵 这些元素上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同时已从特三次的轰鸣 一直到特十四的出现 说明在整个地面作战装甲序列过程中 苏联红军现成俄罗斯武装 依然强大 依然不可战士 胜利日阅兵由来已久 1945年 苏联将5月9日定为为国战争胜利日 每年都会在这一天举行红场阅兵式 那四五年的红场阅兵 开始他把之前的这种抵抗 外界威胁变成了胜利者的级 所以显示出了苏联红军 在苏德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 所以按斯大林的话讲 八秒钟就有一位德军士兵 倒在苏联红军的枪口之下 所以当时是一种胜利的节日 是一种尊严者的节日 1991年苏联解体 阅兵式也随之中断 直到1995年 俄罗斯颁布法律 将胜利日阅兵法律化 以展示武装力量的强大 凝聚人民士气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而在今年的红场阅兵中 历史元素和现实元素 结合得更为紧密 从首先入场的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 到高举红军十三个方面军军旗的纪念护旗队 从纵马扬刀的哥萨克旗兵 到身着红军大衣 手持墨西纳干部枪的徒步方队 都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厚重的历史 充满了胜利的自豪 而机械方队 则以特三四坦克作为开场 事实上 在历次胜利日阅兵中 特三四都是作为 机械化方队的先导第一个出场 那么 特三四究竟是一款 什么样的坦克 是什么让他能够获此殊荣 率先通过红场 特三四在苏德战争中 是苏联湖军地面突击的主要装甲兵器 因为在当时 特别是后期 这款坦克对德式坦克发挥了重大的优势 因为在当时 虎式坦克还有豹式坦克 成为战争主要角色的同时 苏式坦克和这些坦克对抗 明显处于下风 是特三四坦克挽救了苏联红军 挽救了苏联的装甲装备 特三四坦克在卫国战争时期 曾立下了传奇工薰 他是苏联哈尔科夫 共产国际工厂设计师 米哈伊尔·伊里奇·科什金 偶心力血之作 其带有倾斜装甲的设计思路 对后世的坦克发展 有着深远及革命性的影响 二战时期 当欧洲各国的坦克炮 还停留在30到50毫米的水平 特三四就装备了一门76毫米坦克炮 特三四超强的越野机动能力 是苏军装甲部队 大纵深攻击战术的硬件基础 在冰天雪地的东线战场 特三四的宽履带 使其可在雪深一米的冰原上自由驰骋 被德军称为雪地之王 特别是在复杂的地形条件 和恶劣的气候条件下 它的通行性能和保障性能天下第一 给整个的战场增加了很强的作战能力 所以在库尔斯克会战 包括后期的重大决战中 这款坦克经常让德式坦克望红而逃 成为苏联红军进入的矛头 1941年11月 纳粹德国军队已经攻打到莫斯科附近 兵民城下 但苏联依然决定照常举行阅兵式 授阅部队接受完检阅后 就立即开赴前线作战 而他们驾驶的就是特三四坦克 他们用坚定的信念 取得了苏德战争的胜利 堪称经典的特三四坦克 在阅兵式中威风淋漓 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缅怀 更代表着一种功勋与荣耀 在红场阅兵的机械方队中 接下来出场的这几款新型武器装备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他们都是在红场首次公开亮相 便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特十四阿玛塔主战坦克 是此次阅兵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武器 在第一次彩排中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阿玛塔主战坦克是俄罗斯陆军正在研发的新一代重型装甲平台 其设计到目前为止 还是处于保密阶段 通过这款坦克 它是想让外界重新认识到 俄式坦克 无论是在机动防护火力方面 多了重大的进展 原来这款坦克的出现 对于周边正在部署的新型地面装备 也形成一定的对抗能力 据专家推测 特14阿玛塔主战坦克 可以通过搭载不同的系统 引申为坦克 自行火炮 工程车辆 防空平台 重型步兵装甲战车等 从外观上看 特14采用全新底盘和炮套 专家推测 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无人炮套 你现在套打仗最明显的 就是它的遥控机枪 跟车展的周式瞄准镜 结合到了一起 这种无人操作的炮塔 在俄罗斯是首次出现 而且遥控武器站 也是第一次出现 说明在辅助武器方面 它已经有了重大提升 特14炮塔周边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探头和天线 也让人们猜想 在这种坦克上 可能安装了一种新型的 主动被动一体的防护系统 这款坦克第一次达到 并超过了西方主战坦克的功能 而且它的主动被动一体的防护系统 跟现在美军采用的 纯被动的这种防御相比 多了一种选择 多了一种手段 如果能够拦截到对方的这种导弹 包括发展的弹药 对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所以主被动相结合依然是俄罗斯主战坦克的一个重要选择 除了防护手段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这款坦克还配备了威力强大的125毫米坦克炮 车体有了明显的加长 行动部分的负重轮也增加到了每侧7个 这也让军事专家和军迷发烧友们 对阿玛塔坦克的战斗权重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从目前战斗权重上看 已经达到了将近50多吨 有人讲55吨 那么这个和西方主战坦克的重量已经接近 如果战斗权重接近 说明无论你在材料的选择 主要武器的配备 辅助武器的配备 以及其他功能性设施加装方面 都达到了同一个档次 在今年红场阅兵的地面装备中 还有一种装甲装备 与阿玛塔坦克颇为相似 这就是首次出现的特高五重型步兵战车 特14特15采用同一底盘进行制造和生产 那么实现了一车多用 一车多能 而且重型步兵战斗车 在城市作战 在特种地形作战 防护能力达到了坦克标准 这样对于藤原的保护 俄罗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或者领先水平 利用主战坦克改装步兵战车 这在俄罗斯的装甲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表明了俄罗斯的装甲研制水平 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它和坦克步战车进行联合作战 无论是机动能力 还有其他方面的协销性能 高于非同一系列的坦克和步战车 2015年5月9日 俄罗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红场阅兵 正式拉开帷幕 其餐饮装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那么此次阅兵中 都有哪些经典装备粉末登场 又有哪些新式武器首次亮相 他们向世人传递着怎样的讯息 军事科技带您走进这次盛大的阅兵仪式 直击红场阅兵中的明星装备 在历次的红场阅兵式上 各种导弹的闪亮登场 无疑是最具有震撼力的重头戏 而今年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 这个盛大的节日上更是巨头云集 这其中最具看点的无疑是首次亮相 并压轴出场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备受媒体关注的S-400防空导弹 可以说这些都代表了俄罗斯最尖端的国防科技水平 在此次授阅的四种防空导弹系统中 凯旋S-400是综合能力最强的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防空和反导两种功能集成到了一起 统一整合在S-400这样一个武器平台上 如果防空武器系统不具备了反导能力 那么这个防空是假防空射尾防空 所以这款武器系统把防空和反导同一起来 既能够对航空目标进行准确的杀伤 而且也能够对各种机载武器进行高效的拦截 所以这一点是S-400在俄罗斯整个要地防空武器系统中最大的亮点 S-400可以在400千米范围内发现并摧毁目标 目标包括作战飞机预警机战役战术导弹 以及其他精确制导武器 S-400接到作战命令后五分钟即可进入战斗状态 能同时攻击六到十个目标 被俄军称为四代半第一空导弹系统 而首次亮相并压轴出场的亚尔斯洲际导弹 无疑是本次阅兵的最大亮点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由著名的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研制 该型弹弹长23米弹径3米 至少可带四个分岛式多弹头 最远射程可达1.1万公里 是白杨M型导弹的改进性 未来将与白杨M型导弹一起 构成了三位一体核力量陆基部分的中间力量 首先它采用了多弹头基础 多弹头基础和单弹头基础相比 汇上威力会变得很大 以前是攻击一个目标 现在可以同时攻击三个目标 第二就是它的突放能力会大幅度提防 以前单弹头的突放 对方好拦截好发现 毕竟是一个弹头的攻击很孤独 如果是采取这种组传攻击 而且是多弹头的变轨攻击 对方的各种防御体系的功能 就会大幅度下降 在历次红场阅兵中 空中梯队无疑是最华丽的方队 在今年的红场阅兵式上 由俄罗斯空军作为主体 俄罗斯陆军和海军航空兵 共同组成的空中编队 从红场上空呼啸而过 令人目不暇接 15架米格29和苏良5组成的飞行编队 在空中组成了数字70 来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0周年 同时由6架苏良5强积极组成的空中编队 在空中喷出了红蓝白三种颜色的烟雾 形成了巨大的俄罗斯国旗的图案 此外由俄罗斯空军司令 维克多邦达列夫将军 亲自驾驶的白天鹅图160 率先通过了红场上方 也成为本次阅兵式上的一大看点 图160是目前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种 非隐身战略轰炸机 北约给它起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代号 叫海盗旗 而在俄罗斯飞行员的心目中 其优雅的外形和白色涂装 就是在蓝天翱翔的白天鹅 堪称与同类轰炸机相媲美的红色B1 外形设计依然延修入了之前的这种传统的启动布局 再加上变化后六月技术 跟美国的B1在外形上高度相似 但是它的速度要超出B165% 那么它的最大航程载弹量 包括它的重量要超过B1的45%到35% 就说明它虽然是B1的一个传统外形 但是综合策略能力跟B1相比 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目前俄罗斯空军现役有15架图160 它能够靠高速突防 并投射各种远程导弹 既可以实施核打击 也可以在对方防空火力网之外 进行常规火力的精确打击 尤其是它的巡航能力 可以在不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实施跨洲际飞行 近期更是频频出现在 世界的许多战略要充和敏感地区 这款飞机的出现实际上 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俄罗斯目前对战略轰炸机高度重视 但是目前这种非隐身的战略轰炸机 它是俄罗斯空军今天的选择 但明天它一定需要具备 隐身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所以有人把现在图160 成为红色的第一 所以今后我想俄罗斯空军 会期待着红色B2的出现 那到那个时候 它真正的突防能力 隐身能力 包括战略打击能力 它会发挥到极致 在飞越红场的庞大机群中 苏系列战斗机占有很大的比重 有人们早已熟悉的苏27 苏30 苏34 还有被誉为空中机舰手的苏24 和号称低空爆破手的苏25 而最引人关注的 还是首次参加红场阅兵的苏35战斗机 虽然人们期待的俄罗斯特50没有出现 但是苏35这款重型战斗机 同样是俄罗斯空军的骄傲 从目前看的 的确它的电子系统核心设备 包括弹药系统 都是今后特50的标配 从第一个眼上看 苏35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 披着四代机 外衣的五代机 综合作战能力很强 你在特50服役之前 它是俄罗斯空军 保持自己综合作战能力的 重要桥帘和跳板 俄罗斯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红场阅兵 红场阅兵已经成为俄罗斯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那么相较于以往 今年的红场阅兵对俄罗斯人来说 又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 在俄罗斯眼里 红场历来有三个过程 红场就是战场 红场就是市场 红场就是秀场 从目前看三个过程基本上都实行 从目前看新型武器装备的首次露面 包括多个首次的集合 能够让对俄罗斯有敌意的国家感到恐惧 感到位置 目前俄罗斯周边的形势 虽然和以往相比有所恶化 但是跟二战时候那种兵临城下相比 目前只是兵国们 所以目前这些新型武器装备 如果能够在未来的作战行动中 发挥重大作用 依然能够保持胜利 所以胜利者的节日 主要是延续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0周年的红场阅兵已经落下了帷幕 可以说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出现的武器装备 代表了俄罗斯最尖端的军事力量 此次阅兵规模之大 参演装备数量之多都成为了历次之最 新老装备同时亮相 既向世人展示了俄罗斯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光荣历史 也展示了当代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实力 更向全世界传递着一种信心和意志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尼泊尔发生八点一级强烈地震 中国军队派出千余官兵紧急出境驰援 中国军队都投入了哪些高薪技术装备 他们在抗震救灾中又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军事科技带您直击尼泊尔地震灾区 盘点抗震救援第一线的中国装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